娱乐圈中只要一撞就会引来众多非议 而如今撞山已经不稀奇了 撞脸才真让人尴尬呢 王洛丹 葛优 白烟松汪峰 李小璐 周迅 撞脸的迷津层出不穷 近日就连大导演王家卫也好好撞了一回 台湾金马奖日前特别制作了 金马五十一系列历年得奖画面 其中1991年第28届最佳导演奖 颁奖时刻最为引人注目 当时李安 王家卫 关锦鹏和已故的杨德昌共同角逐 最后由王家卫以阿非正传获奖 当时王家卫戴传统式透明眼镜 而非如今的招牌墨镜 原来墨镜下的王导面容尽如此清秀 用奶油小生来形容并不为过 当时他留着西装头发型 乍看神似中国合伙人里的土鳖黄小明 相似度高达90% 该奖项当时由侯孝贤及徐克联手颁发 获奖的王家卫上台致辞说 谢谢我的太太 她是我最忠实也是最公正的观众 当时的王导应该没有想到 二十年后的今天竟会被翻出这段影像 还与英俊小生黄小明来了一次 跨越时空的撞脸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